他也不是那种一见人就自来熟的 所以见了面就有点尴尬 然后又不知道在说什么 特别尴尬 很尴尬 真的吗 跟他保持距离 为什么 我觉得你挺热的 他那天特别特别 什么特别 他那天穿了一件礼服 低胸 我没有 然后我坐那 我坐那休息室里 他从那边迎面走来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看他 我就老 然后然后完了他坐我旁边我就 我自己说的没见过世面的感觉 真没见过那样的世面 但是我要承训一下 我真的没有 因为我本身没有那么多的资本 是可以漏的 首先这是你 然后再第二点 可能是因为那天那个衣服的缘故 显得好像 对 有点挤 完了完了 然后显得好像有一点 你想着俩人要拍戏 还要经受这么年轻的考验 那天我就老翻白眼 不好意思 难怪唱歌 因为我们那天还有合唱这首歌 对不好意思对视是吧 原来你一直翻白眼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个我怎么听导演说你们戏里还有老虎的场面 他是这样 他在现场的时候 他用那个铁丝网围了一个圈 然后老虎龙子也在里边 有两只老虎 然后里面有训兽师 每人手里拿了一根铁棍吧 是吧 不是铁的木的 木的 对 然后就我在里边 然后导演 你也在圈里面 然后导演 摄影师 所有人都在外边 我就进去以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观察 就是四处观察 找好退路 就是万一那个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就看着得往哪儿跑 然后我就找了三条路 就找好了 然后那个老虎从笼子里一出来 我就 怕吗 特别害怕 我就想说完了 我那个找的路 找十条都没有 因为我动不了了 真的那个腿就软了 当时 那个训兽师保证他不会扑吗 他们其实 因为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拿着枪什么的 结果没有 就是一根罐 我想说那罐有什么用啊 你应该穿件衣服上 写着武松两个 那老虎估计听过 他祖先被灭的传闻 然后就不敢 大家得喝酒 因为我播的时候是月份嘛 在全国开始播出了五十集 我觉得对白冰来讲 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因为我想可能很多新人 都等待这样一集 而且你们两个演的都是 成龙大哥又是监制 对不对 所以两位我相信 通过这部戏呢 一定让观众看到你们最新的一面 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这部戏的看点呢 白冰 推荐 推荐一下就是 要看胡歌跟老虎决斗的话 就来看我们这部神话 胡歌推荐一下的 通过神话这部戏 让我认识了金喜善 更让我了解了白冰 大家如果能看到五十集的最后一场戏的话 请注意我的那句台词 我对着金喜善的海报说 你没有他漂亮的 今天最后呢 我们请这个 来宾和胡歌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神话 来来来来 接开我最神秘的等待 星星坠落风在吹动 终于再将你拥入怀中 两个心颤抖 相信我 不变得真心 千年更带有我承诺 无论经过多少的难度 我绝不放属 静静折脚于我前面 这幅是指控 我把人生责接回来 再次的伤手 痛苦痛痛爱的解救 愿与你同手 千年一句我爱你 不要说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